不相信我是吧,我非要让你相信不可,到时候,你可别求着我为你医治,不是好歹。 萧长哥转身躺在床榻上,不再理会那个男人。 针了床榻不久,萧长哥就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。 在天方亮的时候,宫内的公公来传旨,让苍明爵和萧长哥入宫尽见。 苍明爵知道是苍云木的事情,被皇上和皇后知晓了,等着对驳公堂。 苍云木屡次在洞房里对他王妃做的事情,那两个人又怎会不知晓? 铁定是想好了方法要为凌王报仇,若是萧长哥坏了自己的计划,他一定会杀了萧长哥,原本就是该死之人。 美玉。 苍明爵喊了一声,却见一个孙竹黑衣的女子从暗中跃出来。 主子。 从今往后,你就是王妃的侍女,我要你监视保护好王妃,有什么异动,随时向我汇报。 是。 奴婢媚月,释放王爷之命前来伺候王妃的。 王妃起来洗漱吧,待会儿还要入宫面生。 萧长哥坐在庄镜台前,看着镜子中的自己,这副容貌,生得的确不错,说国色天香一点也不差。 自己那两个姐姐或许就是极度她长得好,生怕她得了冥王的青睐,从此高高在上。 所以才那般地吓唬袁申,让袁申自尽而亡吧。 也怪袁申是个懦弱无能的主,不禁吓。 可是她萧长哥却不一样,她向来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冒险。 比如,接下来的皇宫之中,不知又会发生什么呢。 这媚月应该是被派来监视她的吧,不过竟然成了自己人,不用那也是白不用。 媚月,你跟我说说苍氏皇族的事情吧。 皇上膝下有十个皇子,不顾存活下来的只有四个。 太子苍木修皇后所生,皇上膝下有十个皇子,不顾存活下来的只有四个。 皇上膝下有十个皇子,不顾存活下来的只有四个。